大家好 欢迎来到阿凯游戏频道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 2月下半部的更新 打头阵的是我们的SG造型池 造型池里会新增支线任务里的NPC造型 然后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高等级链极点 会扩张到研究所 接下来是这次更新的重重之重 新的紧急任务 ARDO的中央区域会出现 Dark Force 敌人 你看这BOSS的造型就知道他一定跟 PSO2里的ERDA有血缘关系 不渐渐是表面的造型 连攻击方式都有几分他祖辈的真传 都除了新BOSS啦 那你可以不更新一下我们的战力呢 所以新ERDA会掉落新系列的五星武器 而新系列武器的潜能会是 征服特殊能力效果的妙手之行 实际数值还要等上线后才能得知 除了武器以外 新BOSS也会掉落新的魂系特殊能力 之后就是我们的22号更新 首先是高科技的战斗风格AC池 除了非常帅气的造型以外 也新增了非常多的机甲配件 最后就是我们的森林 也会迎来高等级连击点的选项 跟之前的一样 也会高几率生成TRIER 跟变异敌人 来到最后 已经按赞订阅了的朋友们 祝你们心想刺身 刷到自己想要的武器 我是韩巴雕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下期再见 肯定是 肯定是 象界 这一些